都说卢森堡秀珍是养在深归人未知 那你得来看一看 佩特罗斯大峡谷 从小惊人广场俯瞰整座城 就能坐拥峡谷的壮美景致 以及卢森堡的象征 连结新老城区的阿道夫桥 来卢森堡还要去最美的欧洲阳台风景长廊 没有什么能比得上从上面看到的景色 卢森堡虽为弹丸之地 却承载着丰厚的历史底蕴 它以堡垒和峡谷而闻名 既是红土之国也是钢铁之国 与巴黎的五光十色相比 卢森堡就是古墙身相 尤为僻景 当然卢森堡是高度发达的 毕竟这里是世界上人均最富有的国家 都说这里集中了世界上最大的财富 以及超多的米其林餐厅 不过说真的 在当地餐厅用餐 价格与其他欧洲首都国家 几乎没有差异 甚至比瑞士还低 都说卢森堡是一个高收入低消费的国度 那么来过卢森堡的你们觉得呢 卢森堡的消费到底低不低